話說四川俄眉山是屬中有名的一個聖地 以前的人說西屬山水多奇而俄味有聖 其實是真的西屬山上的寺廟不下幾百 俄眉山後山的風景更優奇 自古以來深山大澤多生龍蛇森林幽谷 大多數都是虎豹豺狼的妻生之所 遊覽後山的人往往一去不返 所以就有很多揣測了 有些說是被虎豪妖魔吃了 有些說被仙佛超渡各種說法都不知哪樣是 人始終都是血肉之軀 多數都是很小膽的 因為前居可鑑 遊覽後山的人都不敢去了 便宜了那些在後山靜養的高人歧視 少了很多打擾享受清福 這裏就暫且不說了 四川自從經歷明末張獻宗之亂十失九空 幾百里路都沒有人的 將這個天府之國鬧得陰風慘慘 本清入關之後 姜利就請將近村各省 例如兩湖江西陝西的人移入四川 再加上四川地大蜜蜂 樣樣都有 已去的人大多數都落不思故土 這樣就慢慢恢復了人煙囂物的景象了 是康熙職位的第二年 由無俠沿著江流而上 有一隻小舟 除了船夫之外 小舟裏面只有兩婦女 背著一堅的行李 另外有一個行李很重的 好像裏面裝著鐵器一樣 那個老伯已經年近半百了 頭髮都黑曬 抬頭望著人 眼光四射 整面皺紋 一看就知道是一個飽經憂患的老人 那個女生十二三歲 好靚 躲在老伯的旁邊 小聲地指點煙囊 問長問短 顯露出一片天真和愚霧 這個時候 已經霧煙四起 冥色瘋亡 由山角的一邊 掛出了一盤明月 清光四射 鑑人鳴殺 那個老伯忽然之間大聲說 那哼 故國回首 月明中 這樣的江山 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去了 言下淒涼 腦淚縱環 那個女生說 爹 你又在這裏傷感了 天下事都整定的 在這裏飛傷都沒用的 爹保重身體要緊 講緊的時候 那個船家過來 說了 太晚了 天不早了 前面就是出名的烏鴉咀 那裏有村鎮 我們靠岸休息一下 上岸買點酒飯 老伯就說了 好 你儘管去吧 我今天有點糊 上岸了 船家說完的時候 已經到達目的地 各自上岸了 各自上岸了 大陸 太晚了 庭 就對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